我们来看这个很特别 习近平接见了一个 这个国家 你可能不知道在哪里 但是习近平在四个国家 接近的顺序 他是排第一个 是排第一个 你看这就是中国的思维 6月27号 不是这个达沃斯论坛 在天津举行吗 我们看到有四国家的领导人 轮番访华 包括了这个巴贝多 巴贝多 蒙古国 纽西兰 还有越南 那巴贝多在哪里 我考虑大家 我们稍后把地图调出来看 这是巴贝多的总理 然后习近平也见了他 那巴贝多呢 位在这个美国的后花园 加勒比海地区 他的人口多少 人口不到30万 来我们地图调出来 先给大家看一下 巴贝多到底在哪里 来导播 好大家看到 蓝色我们的邦交国 很多大家知道吗 瓜地马拉 贝里斯 海地 圣克里斯多福 圣文森等等之类的 巴贝多在这个位置 巴贝多在这个位置 他的国土面积 台湾国土面积多少 36000平方公里 他们多少 430平方公里 430平方公里 人口多少 28万 还不到30万 这样你懂了吗 这样你懂了 好 所以这是巴贝多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国土面积非常非常的小 人口非常非常的少 来我们回到刚刚那张 在习近平见这四国领导人的时候 人家巴贝多可是排名第一 第一个见 你不信吗 来我们把图调出来 给照片调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照片调出来 你看到6月27号 这一天当中 习近平见了这四国领袖 有没有 第一名就是巴贝多 然后过来我们看到是蒙古 这是外交部的发稿时间 是晚上的8点19分发布 过来见了蒙古 发稿时间是晚上9点33分 再过来见了纽西兰 发稿时间9点32分 我们都找到发稿时间 还有再见了越南 发稿时间是9点49分 有没有 时间都很接近 但是你会注意到 在大陆各式各样外交部 或是新闻稿 外交部的官方的这个声明当中 只要讲到这件事情 讲到这四个国家 一定是巴贝多排名第一 为什么 英文字母顺序 对不对 他是B开头 对不对 M开头 N开头 越南是V开头 有没有 好另外来 我们还有这个大陆外交部的 这个网站的声明 有没有 来导播把它调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不要提李强会出席 这个十四届的达沃斯论坛 有没有 巴贝 他们叫做巴巴多斯 我们叫巴贝多 巴巴多斯总理 蒙古 有没有 新西兰 所以你看到大陆各式各样 不管是外交部的正式声明 不管是大陆这个新闻稿等等 永远是巴巴多斯第一名 永远是巴贝多第一名 连习近平见的时候 也都是巴巴多斯第一名 来回到刚刚那边 好所以我来给这个 我来问一下这个介大使 你怎么看 当之前我们那晚报题 注意过一个小细节 我们之前做了一题 当时流量很高 5月15号的时候 非洲国家厄力垂亚的总统 到大陆进行国事访问 国事访问 外交的最高规格 厄力垂亚这个国家也是一样 很小很穷 但是有没有 北京一点都不嫌弃 给了他全套的国事访问 一样都没有少 你看军力等等 一样都没有少 所以习近平去见这个巴巴多斯 或者巴贝多一个总理的时候 说什么呢 欢迎八方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 同中方建立起更紧密的 中巴命运共同体 我们中方从战略高度 跟长远角度 重视跟加勒比的关系 会继续问加方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这个能力所及的帮助 中方支援 这个中国企业到 巴贝多展开合作 然后在这个现场的王毅也参加了会进 那相对的对比很强 记不记得5月22号 人家拜登美国大总统 本来要去这个巴牛 有没有 这个美国总统从来没有去过 那后来本来说要去 就人家嗨的不得了 18个国家的领袖要等着跟他见面 后来事到临时 人家拜登又反悔 又不去了 对不对 所以金大使怎么看 你知道 就是你知道你现实 大陆对待这个小国 对不起 我们讲这个小国就是一个 它在经济人口上的一个现实 没有不尽的意思 不管是厄里垂亚也好 不管是巴贝多也好 你觉得中国大陆的思维是什么 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 都给予等同的尊重 这个会不会很难 这个非常难 我跟你讲 美国就做不到 美国去年的时候 把东协十国的领导人 通通叫到华府去 东协不是小国 东协印尼来讲 是世界前十名大国 全世界最大的回教国家是印尼 那你更不要讲这个泰国 这个越南 这都是近亿人口的大国 尤其越南现在可能上亿 差不多近亿人口 结果他把这个十个国家的元首 一起叫到美国去 叫到美国去 他没有单独接见 是十个一起见 然后呢 他坐在主位 全部都坐在下面听讯 所以这一次说实话 布林肯在北京 习近平用这种上对下方式 跟他训话 这算什么 那个拜登是在华府 一次训十个国家的 十个东协国家的元首 通通在那边 结果那时候 这个越南的那个总理 他的讲话就被 就被人家透露下来 就非常不满 就是美国这个 这个做过头了 十个国家 通通一次见 然后也没有什么 私下的双边的 通通没有 所以这个就变成 这些国家到了中国大陆 觉得 本来主权的定位 就是国无论大小 人口多寡 通通是一律平等 中国大陆做到 而且按照国际理议 来处理 这个巴贝 巴巴多 巴贝多 其实就是说巴巴 这个他大陆翻译 跟我们不太一样 巴巴多 其实巴贝多 他其实 30万人的小国 可是 他受到中国大陆 完全是一个平等 一个主权国家 对他对待他 然后他在自己的 这个脸书上 写了那个 因为华春莹 把他引用出来 他英文的 写了一小段 他写的很简单 他说中国如何对待 大国小国的方式 值得尊敬 然后呢 他说 中国有看到 我们这些小国 而且呢 以一种令人尊敬的方式 与我们达成 共同发展的目标 然后呢 对小国 对我们小国来说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真的很重要 因为从江星比星 人家怎么看 一面是平等的 不因为你的国家 不因为你的肤色 而有所差别 那么国家也是平等的 不因为你的大小 跟你的富有贫穷 而有所差别 我跟你讲 知意行难 知道很容易 做到实在是太难了 但是你看到 大陆不管如何 在形式上 真的是让人无可挑剔 有没有 所以就是字母排序 第一名是B 有没有 所以各式各样的新闻稿 接见顺序 他就是第一名 他就是第一名 那另外还有一张照片 你看看跟这个巴贝多 或是巴巴多斯 有没有 当初这个习近平 见布林肯 习近平是坐在这里 对不对 布林肯坐在这里 大家看到没有 那照理来讲 你看到 这就是一个对等 这个巴贝多的元首 习近平坐在中间 王毅在旁边 大家看到没有 完全就是 不管是美国来 也是这样 越南来 日本来 南南来 都是这样 这个法国来 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的队型 所以不会因为说 他人口连30万都不到 浪费我时间 对不对 双方有什么好谈的 对不对 还不是来要钱的 没有 没有这种感觉 但是你想想看 从人家 不管是厄力垂涯 不管是人家 巴巴多斯也好 来了这一趟之后 这个朋友 这个铁杆盟友 是不是就交定了 所以介大使 你怎么看 我们再把地图调出来 我要进一步延伸这个话题 它会不会成为一个示范 我们台湾还有很多邦交国 在这附近 有没有 看到人家有没有 巴贝多 人口不到30万 到北京获得这样的待遇 他们会怎么想 我们台湾朋友会怎么想 当然就是说 越来越心里面 越来越动摇 当然中国大陆这些小国 他们有一个考 就是说 你知道在联合国 巴贝多也是会员 他投票也是一票 也是一票 也是一票 所以他虽然这个国土 这些国力是完全 可能中国一个 不要说县级的 连个县都没有的 绝对是一个县里面 一个村庄的那个感觉 可是他联合国有一票 那不过就是说 现在我们维系邦交越来越难 就变成就是说 很多国家 这些比如说 贝里斯阿巴 瓜丁云阿拉海地 他们除了从我们获得 这个各种精源以外 发展援助以外 他们很大的是依靠国际组织 比如说很多重要的联合国相关的机构 会给他很多训练计划 或者每一种技术援助 甚至发展的援助给他贷款 什么的 他可以拿到很多好处 可是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在这些国际组织里面 有极大的影响力 他现在过去一投票 为什么中国大陆在国际组织有影响 因为他非常 他不是从今天开始 从上个世界冷战开始 中国就有三个世界论 这个世界分哪三个世界呢 第一世界第二世界跟第三世界 第一世界是美苏争霸的 第二世界是这些欧洲跟日本这些 以发达国家 第三世界就是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 那这亚非拉发展第三个世界的 老大是谁呢 就是中国 所以中国在1960年开始 六几年的时候就已经说 我是大家好 亚非拉我们这些 毛泽东叫什么 小兄弟跟黑兄弟们 小兄弟们的 我是老大 所以这个已经从60年 你看现在算到60年 是中国的大陆的外交政策 那所以在联合国 美国的提案通过的比例 不超过20% 为什么 中国大陆一说反对 所有的这些 发展国家说反对 因为大哥说反对 大家就反对 那大哥说赞成就赞成 所以中国大陆这个外交 在毛泽东时代 就是三个世界的理论 他就是第三世界 所以我们想藏第三世界的老大 就是中国大陆 对可是我们都说这个 代人要 一个主管来讲 代人要代心嘛 老大也是一样 不管这个小弟也好 也是要代心啊